刮纱怎么会对美容有帮助呢 对 好多人都觉得这有点牵强 特别是你看刮完纱以后 皮肤成的红红的纱斑 那多难看呢 它怎么美呢 其实我这么多年研究刮纱 我觉得刮纱的最佳的适应症 就是保健 健身 美容 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刮纱的美容 和我们传统的一些美容方法 它有一个区别 它这个美是让你从里到外的美 有一位热心观众的代表 欢迎您 我们看她的脸上 在她微笑的时候 她的眼角那儿就开始出现皱纹了 原来做面部的缓解皱纹的刮纱 用这个刮纱板 美容刮纱板 而且不用刮纱油 用刮纱乳 先把刮纱乳给它涂匀 记住 这刮纱乳一定要涂得多一点 因为什么呢 刚才我讲了 皮肤表面的衰老 不只是皮里边一系列的组织 都气血供应不足 我们不再要打通 皮肤表面的营养供应 而且要把它里边 深层的组织器官 也要把它的经脉疏通 张老师 刮的方向具体有一个 减缓皱纹一般的面部的刮纱是从里向外 我们对有皱纹的部位进行揉刮 它这个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刮板一边刮一边在移动 还有一个要点呢 就是刮纱板和皮肤 你发现没有 我的刮纱板基本上是平贴在皮肤上的 角度要特别的小 不能把它立起来 你要立起来就会很疼 对 这样刮纱就是一种享受 问问这位朋友 刚才张老师给你刮了两下 觉得怎么样 感觉很舒服 疼不疼 我们现在的刮纱 这个刮纱就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刮纱乳弄到眼睛里头 一个部位不要暗柔的次数太多 每次做五到十次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这位朋友 现在脸的这个部分是有点微微放红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法 对 就是我们做刮纱的时候 面部刮纱一定不要让它出纱 怎么才能让它不出纱呢 就是速度缓慢 然后那劲儿要匀着点用 匀着点用 刮的次数不要太多 你现在看到呢 它两边对比很明显 这边有点微微放红了 微微放红说明什么呢 说明下边的血液循环 旺盛 对 张老师讲的 不光是表皮的问题 血液循环一旺盛以后 营养不就输送来了吗 就可以了 那从它的主观感觉来讲呢 可能那微微有一点点热 有点热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感觉 张老师 就是感觉这一侧 要比这一侧感觉皮肤在绷紧 刚才那个观众说这个 被刮完纱之后的皮肤 会有点感觉很紧 这是为什么呀 这主要因为刮痧 疏通了皮肤下边 深层组织了血液循环 它这种绷紧 不只是表皮的 从里向外功能 得到恢复的一个表现 所以你要是经常做 面目刮痧 你掌握了要点以后 这个皮肤真是睡老得慢 很滋润 感谢这位观众参与 让张老师亲自给您刮了一下 但是我们回到家 如果家里也没有人 自己又想臭美一下的话 把这脸弄得紧绷一点 我们自己能不能刮 太可以刮了 所以我赶紧跟张老师学一下 我们俩今天 就是替我们观众朋友 就您自己在家怎么办 刚才这个动作很简单的 假如说你的周围在额头这 那你就放在这好了 你就用刚才那个办法 记住一定要磨点刮痧乳 一定不能干刮 这个斑呢 你说它长在脸上确实是不好看 但是咱们洗洗脸呢 又洗不掉 就像你说的 它不是皮上的事 它是里边的事 所以刮痧去斑呢 它的奥妙在哪呢 它让这个长斑的 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从里边走 那我特别想知道 这张老师咱有没有那个 比较简易的方法 让我们俩这一学就会的 马上就能够有效果 它这个斑斑点点呢 好像是在这个位置上 那咱们就在这个范围里边找一找 面颊的斑 它的关键的点 在全疗下边 有一个 在这个颧骨的下边 有一个穴位 叫全疗穴 咱们在这个地方 用推刮的方法 缓慢的来找 有感觉吗 可能有一点点不厉害 对吧 对 为什么我感觉它不厉害吗 因为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结 但它就是在非常非常早期 张老师就像这个过程 我们很多观众在家里 也可以自己找到这个 那我要想把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的斑呢 给它简单的时候 你要在这个范围里边 先可以在这个范围里进行游 然后慢慢的加大压力 缩小 搜索的范围 最后找到这个 颧骨下的这个点上 你自己感觉到了吧 这有一点酸啊 胀啊 轻微的有一点疼 是吧 是 你现在就这样 你自己拿这刮痧板 然后呢 就按揉那个痛点 对对对 刮痧板平着放着 对 自己刮最好 小斑呢 其实自己刮最好 张老师说 咱们自己在刮室面部的时候 一定要缓慢柔和平稳均匀 这样才是享受刮痧 但是要注意了 脸上有琢瘡 或者是红血丝的地方 一定不能刮 哪里疼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那就是 怎么才能达到效果更好啊 一个是角度小 这样可以减轻疼痛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用什么地方用力 你就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手指头 放在这个用力点上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柔和 力量呢 完全都作用在你 要刮的那个地方上了 轻轻的向后推吗 就照着那个点 照着那个疼点 去推啊 揉啊 那么有的人呢 不像他这样 他那个斑已经很大了 可能在那个斑下面呢 有两个点 或者是三个点 还有的人呢 没有形成斑 但是脸色比较暗 比如说额头暗呢 下巴暗呢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那你就面积大一点 在这个方案的区域里边去找 如果痛点的范围很大 你就缓慢地刮 如果就是一个痛点 两个痛点 你就采取揉那个痛点的方法 一天揉它一两次 然后揉它五到十下 慢慢慢慢地把它揉通了 那您现在跟我们说说这个 我特想知道您现在什么感觉 这个脸部 那个觉得好像有点微痛 完了 挺 好像觉得这点有点发热的感觉 他说对了 如果你要是压力到位了 它就会有热的感觉 这种热的感觉呢 应该不是表皮的热 是从里边向外散发的那么一种热 说刚才那位朋友是这个脸部 这儿有这个痛点 这儿有斑 说这个脸部长斑的位置不同 还跟这个 刚才您说是跟这个 脏腑的健康有关系是吧 就刚才那个女士她的斑呢 淡淡的有一点点 刚开始长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是小肠筋的位置 所以刚才我在跟她交流的时候 我说了 我说你平常有没有这个气短呢 她说有 心河小肠相表里吗 那还有些人现在好多女性 斑长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在外眼角的下方 特别是白领阶层啊 这点长斑的特别多 那我们看看从全息对应的关系来讲 这是上肢区 也就是跟颈部相连的颈尖的区域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长斑的人 你问他一定都有颈尖酸痛这样的症状 也就是说呢 脸上这个位置的斑 实际上是颈尖的气血迂致 在脸上的一个反应 这就提醒我们呢 我们面部刮痧削斑 淡斑 这是一个治标 如果我们要想治本 让它好了 不要再反弹 那你一定要对相关的脏腹器官 进行进一步的活血化瑜的调理 要刮痧刮颈尖的位置 这儿的经脉收通了 你颧骨上边外眼角下方 这个位置的斑 才能彻底的去掉 所以就是这个面部刮痧 和这个身体刮痧 是相结合的一个过程 表里治疗相结合 正是我们全息刮痧健身法的精髓所在 因为我们刮呢 不是单纯的刮皮啊 其实一个刮痧板刮下去 它要试一定的压力 这个压力呢 要渗透到肌肉 然后渗透到筋膜 渗透到骨骼 所以有这样一句话 简单的一个刮痧动作 其实是对你人体的 皮毛肉筋骨血脉的总动员 那您能不能再教给我们几个 这个关于 比如自己在家刮痧的这个部位 和相对应的这个联系 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人的脸上啊 他有的时候会出斑啊 会出皱纹啊 每个人长斑长皱纹啊 这个位置可能都不是太一样 它反映了你的一些个 脏腑器官的健康状况 所以我们还可以呢 除了刮面部 相对的刮一些身体的部位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女士 她是在颧骨这个位置 刚开始有点出斑的迹象 那么呢 她就可以刮一刮手臂 手臂的小肠筋啊 心筋啊 比方说这样 中间这是心包筋 这边是心筋啊 就可以用那个身体的刮砂板 这次我们不用这个面部的板了 用这个板 隔着衣服就可以 就这样刮就可以 张老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经常刮是胳膊上的心包筋和心筋 是非常有利于保健心脏的 如果您想更快更有效的去斑 也是需要坚持每天刮室 斑下痛点五到十次 这样您才可以早一天成为五斑美人 缓缓地向下施加压力 角度越小越舒服 刮的速度慢一点更舒服 在刮砂的过程中 要施加一定的压力 若只是在皮肤表面摩擦 这样不但没有治疗效果 还会形成表皮水肿 在这里张老师要再次提醒大家 在刮室疼痛敏感部位的时候 刮砂板与皮肤的夹角 要小于15度 刮什么呢 咱们刮上枝 刮胳吧 对刮胳 不刮胳 不刮胳 胳那千万别刮 刮什么地方呢 你看这手吧 有内面 有背面 我们刮 你把手这样伸着 然后刮它的背侧 手背这一面 手背这一面 又分拇指侧 小指侧 我们刮手背 拇指侧这一面 大拇指这一侧 大拇指这一侧 从这个上面开始 向下刮 一直刮到食指尖 刮到食指尖 对 那前面这一段 咱们都有衣服 隔着衣服 你可以用力大一点 也可以分段刮 我先刮这一段 找一找 这哪里有疼痛的感觉 疼痛的地方 就多刮几下 其实这个痛点 跟我们斑的 只是刮的位置不一样 但也是重点 要找到那个痛点 对 然后我们这一段查完了 再向下查 可以分段 一段一段的查 遇到疼痛的地儿 就多刮几下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们都说 青春美丽嘎嗒豆 开玩笑的 是青春才有 那是不是就只有年轻人才长痘 这个长痘可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你看这个第一个工作压力 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着压力 很多中年人 脸上也长痘了 为什么呢 工作压力太大 所以说这个压力 使得的这个出痘 就年轻人 不只是年轻人长痘了 各个年龄层都可以长了 每个人为什么长痘 他的位置都不一样呢 是跟他脏腑有关系的 咱们先说额头 你看从全系来讲呢 额头对应的是大脑 那么从经络来讲 额头长 是胆经寻行的位置 所以额头的这个错疮 一般的都是跟大脑 用脑固度 这个比较经常的想问题啊 思虑啊 什么的考虑啊 跟这个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再说 这个面颊的这个座疮 面颊呢 走的是 经络是小肠经 小肠呢 从中医来讲 是心和小肠相表理 全心呢 它也对应的是肠躯 所以这个面颊的座疮 跟心理压力过大有关系 然后呢 我们再说呢 这个刚才有一个 满面的座疮啊 大家都答对了 是不是答对了 满面的座疮呢 你看 在脸上 巡形经脉最长的 面积最广的是胃经 所以说满脸的座疮 跟胃火过盛有关系 口周的座疮呢 是石火 它又走胃经 又走大肠经 这个地方呢 热比较盛 所以容易长在口周 下颌的座疮呢 下颌 这个走的是人脉 这个人脉呢 跟这个妇科的脏气相通 那从这个全息土上呢 它跟这个肾相关 跟下胶 泌尿生殖系统相关 所以下颌的座疮 一般都跟妇科的疾病 跟内分泌失调有关系 所以说看我们这个 痘长的位置 然后来相对的 那个脏气 我们可以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 换句话说 我要想把脸上的痘痘去掉 你要找到火源 我们根据痘的位置 就能分析出它的火源在哪 然后我们刮沙刮身体 把它的火源熄灭掉 扶底抽新 下面其实挺想张老师 来具体教教我们 咱这样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额头 这个面颊 这个如果是额头 有这个左窗的时候 咱们应该具体怎么样去刮 所以我直接把头部的经脉疏通 那这有个梳子 对 如果家里没有刮沙板 可以建议大家用这个梳子 梳子 梳子 梳头的时候呢 要用这个梳子 你要把这个整个的头皮 下面的经脉疏通 然后哪里要是有疼痛的感觉 你要多刮几下 这个专门要找那个痛点 把它疏通 就有助于呢 经脉打通了额头的这个火呀 什么的这些个热呀 毒啊 通过经脉就得到宣泄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我们还可以刮颈部 因为颈部 它跟这个头部 经脉相连 从前夕来讲呢 这个颈部 它跟我们的大脑头部相对应 你看这个板啊 它刮颈椎有一个好处 我们可以用这个边 咱们调个身来 这样刮 刮这个颈椎的后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板啊 这个凹槽 对准那个颈椎 这样不是两个脚 直接就把颈部的两侧 都刮了吗 一直刮到下边 对 我看到了这个凹槽的部分 和我们的颈椎是挺贴合的 对啊 这个部分是刮下来会很方便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刮 哦 这样 就是额头掌座窗啊 你可以自己这样刮 刮这个颈部的中间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脚 刮一刮这个风持续 一点一点的来 实际上是在这儿 挖这个风持续 对这个穴位加强刺激 这个部位的穴位 它所连的经脉 正好走到额头 哦 所以刮这个风持续的部分 对额头的水上也会有帮助 对 然后呢 刮完了这个风持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这样 把这个颈部的外侧刮一刮 其实也是刮的这个胆筋 然后你还可以用另外一只手 我们这样 刮一刮肩部 这都是这条经脉走的位置 这个对于额头的头就很好 其实啊 咱们这个刮沙专门剪腹部 方法特简单 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我们拿着刮沙板 从它的右边肋骨下 开始向下刮 一直刮到大腿根部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胖 你的胃肠蠕动 速度是慢的 通过我的刮湿刺激 可以加速它的蠕动 可以减肥 那如果说 我这个胃肠蠕动比较快 其实它也是一种 经络气血失调 我通过刺激这些部位以后呢 也能够让它 蠕动快的速度缓慢下来 加强它的自我调节能力 所以它没有副作用 都可以做刮 不过我看到这个 咱们今天张老师 还给咱们带来了一个 经脉皮部示意图 对 看起来这 其实我带这个图的目的 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图 肚子大的人主要是这一块大 我们来看啊 整个的这个图 就这一块的颜色特别的多 也就是说呢 这一块走的经脉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经脉有什么特点呢 上边走到头 走到大脑 下边走到脚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经脉 它是从头到脚 经脉是运送气血的 这一点的气血呢 它要上边到达头 下边到达脚 那如果我们腹部特别肥胖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腰带长寿命短 为什么腰带长的人寿命短呢 因为它中间这一部分太胖了 脂肪太多了 这个经脉都被挤压了 气血流通起来就很困难 这样的话 气血尚不能到达头 它会影响心脏的供血 它会影响肝脏 出现什么脂肪肝这些个 下边呢 它会影响腿部的气血供应 所以呢 胖人容易高血压 心脏病脂肪肝 容易腿疼等等 我们拿着刮沙板 从它的右边肋骨下 开始向下刮 一直刮到大腿根部 然后就这样 从右边开始 逐渐的一下 一下的向左移动 我们对于刮沙的知识了解也特别多了 不过刚才在咱这条题目当中还提到了一个方法 拔罐 对 我看到就是张老师也特细心已经给大家准备好 对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讲肚子的减肥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讲在腹部怎么拔罐 叫酒罐减肥法 拔罐 刮沙专家张秀琴怎么谈到了拔罐 难道是跑蹄了 别着急 您就接着往下看吧 我们选九个同样大小的罐 第一个罐放在肚脐 然后以中间这个罐为中心 它的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然后我们跟肚脐平行 这右边一个左边一个一排三个 拔它15到20分钟 然后用刚才我教的办法把这脚帽提起来 把它拿下来 心肺功能 心肺功能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肺 好不好 张老师 好 中医认为心和肺同属于上边 叫上胶 所以咱们今天从上开始 肺和大肠相表里 主要是因为他们俩是有经脉相连的 所以肺它是领导大肠的 大肠的功能怎么样 它是受肺的指挥的 肺与大肠有经脉相连 所以构成表里关系 生理上互相促进 病理上互相影响 肺气中俗排便通畅 排便异常则是肺脏失调的反应 肺气的强弱通过大肠可以观察到 所以说大肠是肺部健康与否的情与表 那么人年纪大了 那如果要是有哮喘的毛病 他要特别关注自己的大便 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变密了 你看他的哮喘病就快发作了 这就是肺和大肠 他生理上的脸 那人什么地方找皱纹 就说明你的肺气开始虚了呢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两眉之间不就是肺吗 如果你的皱纹在这个位置先出现 或者说这个部位 你的毛孔粗大了 这个就是肺气虚的表现 还有这个是大肠经 凡是脸上大肠经群形的部位 凡是脸上这个肺 这个对应的区域出现了问题 一个是长皱纹 一个是长痰 一个是长错疮 这都是肺的压健康 由里到外 由外道理都有表现 张老师赶紧教我们一下 怎么保健 我们还是讲一讲 这个刮痧怎么来改善肺的压健康 前边我们要挂哪 前边不用别人帮忙 自己可以挂的 中间这是气管 大家都知道吧 所以我们要挂挂气管的 投影区 这个位置跟刚才那个心脏不大样 勾 起点要勾 用这个脚 从上向下 这儿的皮肤比较薄 脂肪比较少 刮的速度慢点 轻点慢点 轻点慢点 说对吧 轻点慢点 如果要觉得疼 速度就再慢点 平常要是经常感冒啊 咳嗽啊 这儿就会出伤了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刮 最后呢 提表方面的区点 你要是有了感冒咳嗽的话 你这样刮一刮咳嗽减轻了 痰就容易排出来了 好了 然后我们再刮这边 杨明彤有费啊 这边刮呢 也可以这样刮 也可以这样刮 怎么方便怎么来啊 这样刮也肯定 刮刹板请带的角度要小 很舒服 很简单 今天我们讲痞怎么测试 痞的功能的好坏 看什么 看你手掌的大鱼剂这块部位 这块 这个大鱼剂 这个大鱼剂 如果特别饱满 越股越饱满 那说明你痞能量越强 大鱼剂这个地方 如果比较薄的话 可能就 它就说 比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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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说明你这个痞的功能不是太强健 那我们在前几期讲了 如果你要压一压 它弹性很差 那就是痞气虚 还有一个地方呢 我们看胃 就是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小三角窝吗 小三角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假如都挖进去了 不饱满了 有很多的皱褶 一压一个坑 半天不起来 你的胃的功能下降了 饱满说明你先天脾胃好 不饱满呢 就是先天的脾胃功能 就不是那么特别壮 一压弹性差 说明你的脾气虚 然后呢 我们再从脸上看一看 脸上呢 如果整个的脸色都是偏黄的 那没有光泽的 这是脾气的表现 一定要记住光泽度是最重要的 如果黄泽有光泽 这不是什么毛病 还有一个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鼻头 这个位置是脾胃 是这个鼻的两侧吗 中间是脾 两边是胃 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毛孔粗大呀 发红啊 或者两边 这是长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脉图 这个图 这个图黄颜色的经脉 这是胃经 它所循行的范围里边 出现了斑啊 痘啦 皱纹啦 这些都是脾胃功能失调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看看 这正好是不是到眼睛这了 这个位置最容易出现的是眼袋 所以如果有眼袋 其实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一个标志 眼圈呢 您刚才说的这个鼻尖 然后看鼻的两侧 还有看我们这个眼袋都能看出自己的脾好不好 对 如果脸上在这些部位出现了 比如说斑纳 豆 皱纹 我们一定要调脾位 所以说这里丰满好 眼袋丰满就不好了 我们下面要讲这个刮纱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要直接刮脾的体表投影区 还有脊椎对影区 大家都知道脾脏在这个位置 它是很小的 但实际上我们刮体表投影区的时候 我们要刮这么长的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包括了什么呢 就包括了刚才我让你画的这个一线 实际上中医的脾的功能 把现代医学的一线的功能包裹进去 所以我们说是刮脾位的体表投影区 实际上包括了一线 现在咱们教教大家呀 脾的投影区怎么刮 脾呢在左边 所以呢我们刮 这时先涂一点刮纱油 直接在脾骨上刮 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一定要都涂刮纱油 这地方有肋骨 所以我们是顺着肋骨的走形 这样刮 这样刮就很舒服 这个范围比较长 所以我不要一下刮到头 一段一段 实际上这是脾和胃 还有一线投影区都刮到了 疼吗 投影区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儿涂上刮纱油 跟前边对接起来 横着 从里 向外 也是一段一段的刮 在刮的时候要寻找疼痛点 寻找结结 僵硬 寻找这些位置 如果有条件的话 就像张老师偏的那样刮 那如果我们平时生活 怎么样比较简单的去保护一下脾胃 现在我就把这个刮上板准备好了 赶快跟张老师来学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怎样来刮我们这个脾胃 那我们呢就直接刮这个脾经和胃经 这个脾经胃经呢也是很长的 我们干脆啊就剪最简单的 我们呢平常保健每天都可以刮 你就刮从膝关节往下就可以了 这个脾经胃经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这个小腿的前面呢 有一个骨骼这个 因为你的骨骼关带太疼了吧 它叫迎面骨是吧 离这个骨骼最近的 里边一条外边一条 您说的是在往下的 就是这个你看 这是这个迎面骨是吧 这外边这一条经脉 这是胃经 然后里边这一条经脉 那也就是在足三里的下面一点 是吗这个位置 这个足三里本身就是胃经的 我们就这个骨骼一横指 这样一横指外边 这是胃经 一横指 然后在里边一横指 这是脾经 我们呢就这样 拿着刮沙板 假如你在看电视是吧 你就一边看电视 一边从这个膝关节上面 刮这个前边 从上往下刮 我从膝关节上面刮也可以 这样不是足三里都刮过了吗 足三里是一个强壮脾胃的 一个大雀 这样刮 还有呢 我们再从上边沿着里边 这样刮下去 这是刮的脾经 经常刮刮这两条经脉 这跟脾胃相关的一些 重要的保健穴都被你刮过了 刮到觉得这里边微微有点发热 这就达到效果了 微热是最好的 微热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隔着衣服刮嘛 它不会那个把皮肤刮破呀 或者出纱呀 不会的 你就这样 经常刮 这样就起一个疏通脾胃经脉 来调节脾胃的功能 张老师咱们说刮腿 如果上班特别累 就总刮腿不太好 那我们可以刮哪 刚才刚讲完呢 就是这个大鱼记 就刮这就行了是吧 就这个地方 赶快让咱张老师跟我们讲讲 现在这几点三地怎么补这个肝 春天呢 万物生长 肝在我们人体里就起一个生发的作用 所以肝功能好的话 这个五脏六腑的生气都旺盛 生机都旺盛 春天是最好的补肝养肝的办法 那我们的补肝有好多种方法刮 现在咱们这样 咱们先说一个 就是直接在皮肤上刮 直接刮的 直接刮 因为这个季节好 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学 皮肤上怎么直接来刮 也就是我们的全膝刮痧的一个组合 叫脊椎对应区和脏腹体表投影区的刮痧方法 好 现在这个保健呢 要刮肝的脊椎对应区 从第五胸椎开始 到第十胸椎 在这样长的范围里边 向外拓展三寸宽的范围 我们先刮中间 先刮中间 从上 向下 你看它这个比较胖一点 所以我们的按压力就要大一点 先轻厚重 让它能够出鹰 一定要压到肌肉的身部 往下走 刮这 这也如此 也很平顺 把这凹色对准脊柱的中间 然后用两个角 刮这个两侧 刮两边三寸宽的范围 整个的挂着板都放上 张老师一讲 我们就都知道了 你要